大家好,今天是2022年6月5日 又到我们讲故事的时间了 今天我们的题目就像你看到幅图一样 假如时光可以倒流 那我们就会问,如果时间可以倒流的话 人生又有什么意义呢? 只要人生不断地重复,甚至会觉得很鼓吵,很沉 人生做每一件事之前,不再考虑它的后果 因为这次做错了,可以重新回到原来原地 原来的时间做第二次吗?第三次吗? 直到做到完美为止,不可能 最后每一个人想成为完美的 或者做好这件事的人 世界将会变得最完美的世界 但是,有没有人会相信这个世界和你所做的事是真呢? 何况,绝对的完美就等于不完美 世界上如果没有了美、丑、善、恶 哪里这么多丰富的精彩人生呢? 人的生活中如果没有了甜酸苦辣 又怎会变得这么多之多彩呢? 正如维纳斯的断臂已经成为 贪美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人生都是一样的 人生是由无数次的失败去构成 而其中的乐趣就是在于每一次每一次去修改改正 接着一点一步去进步 又慢慢走向成熟 所以人生应该是一种太到前进的过程 我不知道你也认同 但很肯定一样东西就是 人是要每日都要进步 假如时光可以倒流 必须会出现这样可怕的现象 当废生命吧 又不可以逆转 原来生命的本质的属性 它会使每一个生命的个体去面对每一天都是新鲜的 这无疑就是出使生命的个体必须去发挥最大的潜能 才能适应变幻摩测而有不可预知的未来 在这个过程里 生命的个体得到最大的限度和发挥和发展 生命的群体也因此得起以前更加进步 可视 时光真的可以倒流吗? 生命就会一味地重复 人家的逐步已变成心理上或行动性的晚堕者 希望你不是我亦都不是 因为如果天天都是这样白无了赖的话 做人有什么意义呢? 生命的潜能是不到挖挖药 所以总有一天一对将外循环租失去前进的动力 从疑似人类的文明退化中走向衰落 然而 社会总是向前发展的 这个是復古不变的现象 既然如此 我们选择放弃逃避现实 不切实际的幻想 珍惜时光 珍惜者女的无限生命 生命就是这样的了 一复日 年如年 但希望我们可以珍惜活在当下 过好我们的每一天 因为昨天已经是过去了 时光是不可以倒流的 希望这篇文章可以帮助你 释解你心里面的问题 今天讲故事时间就差不多了 忘记了 记得提提你们 如果觉得这篇文章是好的话 请帮我订阅分享 或者给你身边的朋友去听一下 可以作一种大家的互相鼓励 多谢你的鼓励 拜拜